近年来,广东奋力开创文化强省新局面,实施岭南文化双创工程,助力影视产业的高质量发展。 今天,第27届香港国际影视展正式开幕,广州广播电视台带来17部影视精品,以影视艺术推动粤港文化深度交流。 第27届香港国际影视展从今天起至3月16号,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,现场700个参展商阵容鼎售。 在广东馆内,各参展机构带来过百部影视作品和多个影视拍摄基地示范,实现广东影视领域的双强展示。 广州广播电视台也在广东馆内设置摊位,呈现湾区全媒地,点点星光,南越宫瓷等影视精品,吸引不少海内外业界人士, 咨询合作。 今年真是很虚核,其实我们的创作是没有停过的,所以今次积累到17部的作品,总共拿了上来。 香港的同行对我们这些作品都很关注一下,都会来问,什么时候在香港上演呢? 我们都是经过了今次影展这个舞台,这个平台,和很多的版权商进行接合。 广州广播电视台致力打造高质量的影视精品,展现广东影视生产全链条成熟的优势,以影视艺术促进粤港文化交流,推动大湾区电影产业高质量发展。 借着香港国际影视展的举办,3月15号,从获第三十三届中国电影金鸡奖,最佳儿童片奖的点点星光,也将登陆香港院线,在香港电影院进行首映,持续释放广东电影的影响力。 我觉得在这个机会,祝贺电影星光,取得好的成绩。 如果您有任何谈设计,ies贴电影星光,也将在香港电影山大臣,在香港电影院里面 bul导演。 谢谢大家,观看。 您 Device,观众。 您的电影 Л